被控收费10万马币 韩沙儿子不认罪 哈喽大家好,我是Calvin 我们的反对党领袖韩沙的儿子又在一次被提告上法庭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反弹会现在指控他的儿子在2018年3月份的时候 在吉隆坡的Publica Shopping Center附近的一个办公楼 跟一名商人收取了10万块的贿赂 那为什么这一个商人要贿赂韩沙的儿子呢? 原因就是这一个商人希望韩沙的儿子 能够帮助他旗下的两家公司 拿到Hatech Padu Berhad的这一个委任 成为他们的营销顾问 这个Hatech Padu不是拉斐兹那一个Padu 它是一家马来西亚的IT上市公司来的 那为什么跟这个Hatech Padu有关系呢? 报道就显示 Hatech Padu有拿到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 也就是SSM的一个IT合约 那这一份合约价值3300万 主要就是帮助SSM去管理培训执行 还有去维修SSM的这一些IT的这个项目 所以肯定有钱赚 那这一个商人呢 很明显就是看中这一个合约上面 这个有新的合约 让Hatech Padu拿到 那他就认为 我如果能够拿到Hatech Padu的这一个营销顾问 那我也能够赚不少钱 大概是这样子了 所以现在反弹会把他告上法庭 而且韩萨的儿子不认罪 为什么不认罪呢? 当然不能够认罪啊 因为如果这一个罪名成立 他可以被监禁不超过20年 然后呢 罚款是收费的5倍 10万块的这个贿赂 乘5就是50万马币 所以他当然不可能认罪嘛 他不认罪呢 当然现在就是要保外候审咯 法庭已经宣布 在7月5号呢 就会开始审理这一个案子 当我们提到这一个保外候审呢 其实这一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 我觉得挺搞笑的事情 主控官一开始是想要把保释金 定在3万块钱的 可是这一个韩萨的儿子呢 就在法庭那边卖产 就讲他自己没有什么钱的 因为他没有稳定的这个工作 而且每个月还要去泰国一趟管理当地的酒店 大家你不觉得这句话很矛盾吗 你讲你没有钱 因为你没有稳定的工作 可是你每个月要飞泰国一次 去管理当地的酒店 到底哪一个普通老百姓 可以每个月飞泰国一次 而且还有酒店可以管理 你竟然可以口口声声跟我讲 你没有钱还保释金 不过这个只是一个题外话了 法庭到最后宣布 韩萨的儿子呢要交的保释金是两万五千块钱 外加一个担保人 而且呢已经没收了他的护照 要直到这个案件审理完毕 过后才会归还给他的 那听到这里呢 这一个案子呢就结束了 可是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讲 韩萨的儿子又再一次被告上法庭 那他上一次被告是什么时候 又是什么事情呢 大家如果有追我视频 或者是有追政治新闻 肯定记得的就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韩萨的儿子呢就被告 因为他伪造文件来私囤实用油 他当时候非法囤积了50吨实用油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夸张 当时候不只有华人骂 连马来同胞也一起跟着我们骂 而且是骂得最够力的那一个 因为什么呢 当时候这一个政府津贴的便宜实用油 在市场上是断货的找不到啊 大家都觉得超级奇怪 明明政府有津贴 这些油都去了哪里呢 原来是这一个韩萨的儿子 这一个家伙非法囤积50吨啊 50吨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一吨是1000公斤 50吨就是5万公斤啊 所以一包一公斤的油 他囤了5万包 因此你讲当时候的马来同胞 是不是超级生气呢 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法庭赶紧 审理这两个案子 赶紧的有一个判决 不然的话这个韩萨的儿子 又有一大堆的借口 讲他要去泰国管理酒店 还是怎样 这个那个 总之 现在一定要顺藤摸瓜查下去 到底韩萨的儿子是哪里来的权利 能够帮助这些商人去拿到上次公司的委任 能够非法囤积50吨的食用油 坦白讲了 他只有40岁而已 然后如果他不是韩萨的儿子 你觉得他有办法搞到这两个案件吗 我觉得是很难的 所以如果顺藤摸瓜 追着查下去 到最后呢 我相信跟韩萨应该是脱不了干系的 当然还没有判决有罪之前的 所有人都是无罪之身的 这个大家要明白哦 只是我们真的是很期待 接下来到底还会有怎样子的案件 会爆出来呢 大家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